第280集 吴卫蒙 这个名字怎么好像有点熟悉啊 叶婉婉思索了一下 陡然想起来 之前他因为对独立州很感兴趣 跟穆先生聊了很多 当时穆先生就提到过 在独立州最不要去招惹的市里 就是这个吴卫蒙 吴卫蒙是独立州一个恶贯满盈的恐怖势力 为首是一个女孩子 但是外界号称平头哥 十分神秘 外人几乎都没见过平头哥的真实相貌 任何一处势力得罪了吴卫蒙 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鸡犬不留 绝对不会留下活口 当时叶婉婉很好奇 为什么他们老大的外号是平头哥 有什么寓意吗 后来才弄明白 平头哥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种生物 学名是蜜欢 因为蜜欢头部比较平滑 远看跟平头一样 所以道上称它为平头哥 夜晚晚刚看到蜜欢这个名字的时候 还以为是个什么可爱的小动物 了解之后才知道 这生物到底有多凶残 虽然头顶一座白毛 看似长得很可爱 但却被称为地表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无论什么生物 这货都没在怕的 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惹是生非 对狮子对老虎 把毒蛇当辣条吃 不是在打架 就是在去打架的路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动物园能关注它 跟其他喜欢宅在家里的洞穴动物不同 它打洞却不是喜欢待在家里 是喜欢到处溜达 寻求刺激 有道是穷的怕横的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尽管蜜欢本身的体型不大 但是由于它敢玩命 不怕死 又极其记仇 还对毒素免疫 大多数动物对它都唯恐避之不及 连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猛兽 全都特别烦它 最怕会招惹到它了 所以咯 光看这个外号 就能猜到 无畏蒙的老大 到底是个什么样难惹的人物了 然而此时此刻 眼前这十几位光头壮汉 竟然说他们 都是独立州穷凶极恶的 势力无畏蒙的人 还说 还说 还说它 它是无畏蒙老大 它是在做梦吗 还是这群人脑子坏了 老大 您听我们解释 我们是被逼无奈 才离开独立州来到化国 您就带着我们回去吧 我们想重新加入无畏蒙 长办老大 您的左右啊老大 当即 围守壮汉 一屁股坐在地上 抱着夜晚晚的小腿 便不再撒开了 老大 带我们回乎 未盟吧老大 另外几位壮汉 也是声泪俱下 夜晚晚 仍然是一脸懵逼 这都什么情况啊 老大 我们以后保证完成任务 绝对不会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您就带我们回乎未盟吧 几位壮汉 满脸渴求地盯着夜晚晚 不好意思啊 你们可能认错人了 夜晚晚朝着身前的几位壮汉 打量片刻 玄机开口说道 虽说夜晚晚如今也知晓 原本属于自己的记忆 早已经被四叶寒清洗了 并且被强行植入了夜晚晚的记忆 但她却能够肯定 自己和独立州没有任何关系 与独立州人见人怕 恶贯满盈的无畏盟 更是八杆子都打不着 从她之前脑海中浮现出来的记忆来看 她和外公应该都是华国人 并且外公已经明确地告诉自己 她的父母早已经去世了 而方才这位壮汉却说 无畏盟的老大平头哥 早先在独立州回家看望父母 之后才失踪的 无畏盟老大平头哥父母健在 而他的父母呢 根据外公所说 早已经不在人世 所以他和独立州 无畏盟老大平头哥 怎么看也不可能是一个人 老大 您就是咱们的老大 微手壮汉抱着夜晚晚的大腿 并不愿意松开 那个 你们真的认错人了 我是华国人 而且我父母早已经去世了 只有一个外公 你们老大在独立州时 是回家看望父母后失踪的 我父母双亡 这根本对不上号吧 夜晚晚斜眼看着壮汉 神色颇有些无奈 对吧大哥 你看看 我之前说的 这个女孩 怎么可能是咱们 无畏盟的老大平头哥 这气场也完全不像啊 这要真的是平头哥老大 怎么可能 连那几辆车都对付不了 还要咱们出手相助啊 听闻夜晚晚此言 另外一位壮汉 立即开口说道 老大 您一定是骗我们的吧 抱着夜晚晚小腿的壮汉 似乎还有些并不死心 我没有骗你们 句句数诗啊 难道我们真的认错了 为首壮汉 眉头微微促起 谋内闪过了一丝疑惑 可 如果眼前这位女子 当真不是独立州 卫盟的老大平头哥 那她怎么会用平头哥 独创的招式呢 可 刚才施展的猛虎铺 是怎么回事 难道天太黑 我眼花看错了吗 为首壮汉盯着夜晚晚 口中喃喃自语 听闻此言 夜晚晚微微一愣 刚才差一点被车撞到 都是情急之下 做出来的反应而已 哪有这壮汉说的这般玄乎 什么猛虎铺 她还大象座呢 大哥 我看那不是文虎铺 一定是天太黑 你给看错了 况且 这女孩虽然连平头哥老大的画像 有点相似 但是仔细看 又有不同 一定不会是平头哥 平头哥是什么样的存在 敢开车追杀平头哥 那几个废物 我们一根手指都能随意捏死 就他们 还追杀平头哥 开玩笑吧 某位壮汉发表自己的看法 当即夜晚晚无奈一笑 之前自己便说他们认错了 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这 为首壮汉沉思片刻 玄机点点头 你说的却有些道理 平头哥怎么可能大老远跑到画过 而且 以咱们平头哥的武学造诣 更不可能被一些废物追杀 很快 为首壮汉终于松开了夜晚晚的小腿 似乎开始慢慢地接受现实了 他们只是救了华国一位普通的女孩子而已 可能太想重返无畏蒙 这才错把夜晚晚当成了平头哥大老 哎 罢了罢了 看来我真的是认错人了 浪费我的情感 为首壮汉站起身来 看向夜晚晚 口中叹息 无论如何 多谢几位相助 此刻 夜晚晚朝着几名壮汉道谢 虽说 方才即便这壮汉不出手 那几辆车也奈何不得他 但他想自己解决 却还是要浪费一番功夫的 小姑娘 算你运气好 遇到了我们 记住啊 下次不要一个人半夜出来夜跑 坏人多啊 为首壮汉语重心长地朝着夜晚晚道 完全是一副长辈口吻 对此 夜晚晚只是点了点头 却并未多说什么 只怕他们几个也不是什么好人 方才听壮汉提及 他们之所以被逐出吴卫蒙 似乎是因为吴卫蒙高层下达的任务 并未完成 灭了一个世家满门 却放跑了世家的一条狗 这几位壮汉的手中 都沾着不少鲜血呢 再次朝着几位壮汉道谢一番之后 夜晚晚立马打了一辆出租车 朝着花园小楼赶去 出租车上 夜晚晚眉头紧簇 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私家 夜家 加上自己 唯一的收获是 他的脑海中 终是回忆起 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丝记忆 而这份并不完整的记忆 却十分地清晰 除了外公之外 隐约之间 夜晚晚还能够回忆起 一些校园中的场景 只不过 记忆中的校园 与普通的校园 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同 好似有打斗 鲜血 悲好声不断响起 而自己的这些记忆 并不完整 他能够记起的 只有很少一部分而已 如今 夜晚晚对于自己的身世 更加好奇 他那位极具威严的外公 究竟是什么人 而他的父母 又是如何死的 一切的一切 都好似迷雾一般 可夜晚晚越想拨开这迷雾 却越会深陷其中 无法看清 就现如今而言 最好的办法 便是找到思夜寒 让思夜寒 告诉自己真相 自己究竟是谁 他的外公是谁 而思夜寒 又为何会一声不响地 离开思家 去了独立州 只要找到了思夜寒 一切真相 都能够浮出水面 除此之外 比较棘手的 还有夜家这边的事情 如今父亲 叶绍婷和叶木凡 已经被立案调查 他如果找不到真凶 也无法拿出 梁美轩和黄管家 是幕后黑手的证据 只怕 即使他并非夜晚晚 也不可能放着 家里的事情不管 这段时间 他早已经 把他们当成亲人 即使他并非夜晚晚 也不会去否认 这段时间的相处和感情 一想到真正的夜晚晚 已经死了 虽然他并非有意 冒犯夜晚晚 但对哥哥 对爸爸妈妈 依旧存着愧疚 自己和梁美轩 还有黄管家的梁子 这次算是彻底结下 夜晚晚也并未想到 那黄管家 竟买凶来杀自己 片刻之后 出租车停在了 花园小楼旁 夜晚晚付完钱后 打开车门 从后座走出来 许义已在 花园小楼旁 等候多时 见到夜晚晚下车 许义立即上前 晚晚小姐 出什么事了吗 许义之前 给夜晚晚 打了好几次电话 却均未打通 故此 心中略微有些担心 有些小事耽搁了 进来说吧 夜晚晚带着 许义走入了 花园小楼 客厅里 夜晚晚为许义 倒了一杯水 旋即开门见山倒 四驾现在怎么样 听闻此言 许义放下手中的水杯 看向夜晚晚 一声叹息 晚晚晚小姐 事不相瞒 自从九爷失踪之后 我就知道 四驾必定要出大事 有太多人不负九爷 九爷在时 倒无人敢造次 风平浪静 可九爷失踪后 就如同火山爆发 根本无法收拾 对此许义所言 夜晚晚心中也很清楚 四驾许多高层 对于四夜寒十分畏惧 四夜寒若在 则能够镇压他们 可这次 四夜寒连个招呼都没打 便失踪多日 到了线如今 生死不知 好似人间蒸发了 四驾之前 调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去寻找四夜寒 可却一直没有结果 如今 四驾很多高层 都认为四夜寒 或许已经出了意外 否则绝对不可能这些时日 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 之前 四明里一嫁回来了 家中不少高层支持四明里 成为私家家主 少数不赞同的 下场都不是太好 许义眉头深锁 对此 夜晚晚也并不意外 之前四明里逃离华国 正是因为对四夜寒的恐惧 可如今四夜寒失踪 生死不知 那四明里则再无任何畏惧 趁着如此好的时机 返回四家 一举将四家颠覆 奶奶怎么样了 即便四家没有四夜寒 可奶奶的威望却是不小 短时间内 应该还是能够 震得住那些高层的 提及奶奶 许义又是一声叹息 情况不太乐观 还是没行 夜晚晚闻言 面色越发凝重 根据许义所说 如今的私家 内忧外患 而最为致命的 却还是私家 内部格局的变动 原本站在 四夜寒一派的高层 几乎已经被清除了 四明里返回私家之后 获得了大部分 高层的支持 并且对那些高层 开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条件 而一些四夜寒的死忠 成为了反对派 一些态度强硬 十分反对 四明里的反对派 一日之间 便已经人间蒸发 生死不知 而徐义的心中却清楚 那几位忠心 私夜寒的反对派 还有一些 想要争夺 家主位置的高层 都已经被 四明里 暗中处理了 晚晚三天 如今的私家 太过于危险 我打算找找机会 将老夫人 从私家接出来 徐义一声叹息道 闻声 夜晚晚的眉头微醋 既然如此 我现在和你一起 返回私家 将奶奶接到我这里 四明里掌权私家之后 奶奶必然有危险 听闻夜晚晚此言 徐义确实立即摇了摇头 晚晚小姐 不行 这绝对不行 四明里恨你入骨 书记 四明里一定掌权私家 你现在回去私家 太冒险了 到时候 别说是接走老夫人 就算是你自己 只怕都无法脱身 对于许义之言 夜晚晚并未反驳 自己同四明里之间的仇怨 夜晚晚自然清楚 对于四明里而言 跟他可谓是 深仇大恨了 且不说四夜寒如今失踪 生死未博 便是当初四夜寒还在时 那四明里便已经几次三番地 想要除掉自己 你是阿九的心腹 回去私家 也会有危险的 夜晚晚看着许义 然而许义确实无奈一笑 晚晚小姐 你就不必为我操心了 我父亲忍辱负重 在四明里回来时 这已经预料到了结果 所以 第一个投靠四明里的 就是我父亲 和整个许家 我也被迫违心发誓 效忠四明里 目前 四明里对我们许家 还算不错 并没有为难 听闻许义的解释 夜晚晚微微汗手 这其实也算是一个 较为聪明的法子 四明里既然赶回来 必然已经做好了 完全的准备 如今 四明里和秦家联手 已经完全掌控了四家 现在的四家 是许义和秦若曦说了算 只有九爷回来 才能够解决 如今的 近乎无法逆转的情况 许义叹了口气的 说是容易 可四夜寒失踪了这么多天 要是能找到 早就已经找到了 即便是许义 心中也在怀疑 四夜寒是不是 早已经出现某种意外 如今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明白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一些 在四家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若是有机会 能够将奶奶接出来最好 阿九这边 我会负责寻找 叶婉婉沉思片刻后 开口说 无论是自己的身世也好 亦或是四家 现在的情况也罢 再或是为了他自己 他都需要将四夜寒 给找出来 望晚再见 母亲 四明里还在 四家收拾残局 母亲而言 应该还顾不上你 许义看向叶婉婉 不过 等四明里 彻底将四家的事情 稳住后 只怕不会放过你 你最好先离开这里 找个地方避避风头 不必为我担心 我会小心的 对许义善意的提醒 叶婉婉抱以微笑 哼 想要他命的人那么多 多他一个也不多了 时间不早 我就先回去了 不然四明里和秦若曦他们 恐怕要起疑心 文生 叶婉婉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将许义送出了花园小楼 等许义离开之后 叶婉婉不由陷入了沉思 从如今的情况来看 必须要找到四夜寒 而所有的线索 都指向了一个地方 独立州 叶婉婉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拨通了谢哲之的电话 结果手机那头 依旧是无法接通 刚得知四夜寒出事的时候 他就联系过谢哲之和林雀 可这两人确实这么巧 全都不在国内 也联系不上 仿佛一夜之间 他跟四夜寒的所有联系 就这么中断了 想要找到四夜寒 似乎只剩下了一个办法 与此同时 独立州 某个隔绝于世的罪恶之都 男人一身雪白优雅的西装 相貌精致的面容上 挂着一抹林家男孩般 如沐春风的淡淡笑影 此刻正挟支着脑袋 坐在大厅的上方 下面 灯光昏暗的大厅里 不时传来议论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